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2017年6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福建省南平市原常务副市长 廖俊波为时代楷模 他是一位心系群众 望我工作 真心实意为百姓造福的人民公仆 作为新时期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中的典型代表 廖俊波有着怎样感人的事迹呢 廖俊波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 2011年 廖俊波到郑和县担任县委书记 作为福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郑和县人均综合实力 常年全省倒数第一 被形容为全省之委 当廖俊波到达郑和县后 看到这里大山连绵 县城老旧破败 如何能让贫困落后的郑和县 找到一条适合的发展道路呢 为此 廖俊波带头深入贫困村 蹲点调研 分类推进精准扶贫 时刻想着如何让当地人民 尽快脱贫增收 自廖俊波上任以来 郑和县迎来了发展加速度 连续三年 位列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实加 廖俊波究竟做了什么 让一个倒数第一的贫困落后县 能迅速迎头赶上呢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党史专家是郝栋 郝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郝老师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 廖俊波统治是如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让郑和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 廖俊波统治是扑下身子 干实事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 他在走马上任的头两个月 几乎天天带着人下乡 进场 家访 夜谈 2011年的8月18日 廖俊波组织了一个全县200名富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 他亮出了一幅郑和县的发展蓝图 那么要搞开发 地从哪儿来 搞建设 钱从哪儿来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廖俊波背着地图在城郊的荒山河滩里转悠 最终敲定了一片山地 分期开发 为了筹钱 廖俊波首先推出了县委办公楼的建设 挪出了4000万元 这是廖俊波务实的工作作风 创造了振奋人心的俊波速度 生活中 廖俊波同志时常叮嘱家人 要多付出 多奉献 不仅不能搞特出 还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还曾公开表态 谁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工程 你们要马上拒绝 我没有这样的亲戚 这充分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 要在思想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 将党的前进方向作为个人奋斗目标 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使命 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努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廖俊波曾动情地说 能够当一个领头人 让23万正和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正是在这份情怀的驱动下 廖俊波光荣当选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2015年11月 廖俊波被任命为南平市副市长 并从2016年10月起 兼任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 郝老师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 廖俊波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什么样的 廖俊波同志在县里面工作的时候 在市里面工作的时候 他走遍了县里和市里的山山水水 他有句口头传是 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 当时廖俊波 主抓武夷新区的建设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建设 他用脚底板工作法 三天跑了四个省份 会见了六批客商 用69天拿下了别的城市 一年多都没有拿下的项目 创造了新区速度 他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做法 也是廖俊波同志 能够让郑和县 让南平市发生了这样 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2017年3月18日 南平市大雨如注 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的路上 发生车祸 这位深受同事和民众尊敬的 优秀党员干部 以这样的方式 促然结束了年仅48岁的一生 这张行程表 记录了廖俊波 在生命的最后45天里 有22个夜晚在开会 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赶路 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 廖俊波誓言改变山区落后面貌 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他真心实意 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精神 激励着每一位共产党人 2017年6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廖俊波的先进世纪 追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017年 画家张永海 赵胜利和文亚昆 根据廖俊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 集体创作了中国画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廖俊波 歌颂了廖俊波 新系群众 与人民风雨同舟的榜样精神 2017年10月 中国画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廖俊波 在最美中国人 庆祝中国共产党 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大型美术作品展 展出后 引起了强烈反响 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画作 去感受一位 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美术评论家是尚辉 观众朋友大家好 尚老师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这幅中国画作品 它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呢 中国画作品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表现的是南平市委常委 副市长廖俊波同志 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情景 廖俊波具于画面中心位置 他面对微笑 这种微笑是郑和县贫困乡村的 村民们最熟悉的微笑 而围在他身边的那些 他家访过的村民 夜谈过的村干部 帮扶过的贫困户 反映了当代走向小康的 百姓人文风貌 这幅作品以长卷方式展开 既把廖俊波设计在画面中心 也通过村民群像组合 形成了抛物线型的视线移动 山栏形成的抛线的底端呢 恰恰是郑和县新建园区的建筑 而重叠的山栏 也是廖俊波带领村民改造荒山 退工环林 变为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形象 作品将中国传统山水画 与现代水墨写食人物画 进行了有机结合 塑造了既有传统笔墨韵味 又有时代风采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 围绕在廖俊波两侧的儿童的描绘 则采用了较为鲜艳的色彩 女童身着红色上衣 扎着俏皮的羊角鞭 显得灵动可爱 男孩胸前戴着红脸巾 牵着廖书记的手 喜悦表情中充满对亲人般的谢人 簇拥在廖俊波周围的群众中 有头戴斗笠 尖挑扁担的农民工 西装革履的企业家 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 以及拿着手机装扮时尚的年轻人 表现了廖俊波的工作 覆盖了当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汇集各个不同的百姓人群 画面整体 具有山水画行云流水的动感 尤其是云烟设计 体现了山水画 已需写实的艺术特征 这也被画面将写实人物 与自然山水相结合 创造了条件 尚老师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 这幅中国画作品 有哪些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呢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廖俊波这幅作品 是由张颖海 赵胜利 伦亚坤 三位画家 共同合作完成 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 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画中间 三位画家来到廖俊波同志 生前工作与生活过的乡村 走访和写生了他生前 帮助过的众多村民与同事 最终决定了表现廖俊波同志 贴近百姓 关切群众的主题创作思想 当主题思想确定以后 创作团队又该通过怎样的人物造型 来体现县委书记廖俊波 新系群众为民服务的使命呢 我们一开始是创作廖俊波同志 正在跟群众一起往前走的一个形象 后来觉得站在那地方可能更显得 廖俊波同志的那么一种身份 和这种他的亲民的形象和气质 廖俊波一身朴实的衣着 笔直的身形 在人群中十分凸显 如何将他与围绕在身边的众多群众一起 并置在一个画面里 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呢 为此创作团队花费了不少心力 这么多人物形象在一起 小马里都会在一起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画两三个人可以 但画将近四十个人的形象 应该还能够很大的 他需要一种和谐性的马统一起来 从幼至所是有一个推进的 廖俊波同志站在中间 之后促拥着一些群众 那这些群众呢就是在反映问题啊 或者是跟他做一些交谈 三位艺术家同心协力 各司其职 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实造型语言 与水墨韵染手法虚实结合 共同描绘了廖俊波同志 关心群众 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场景 作品一经亮相 受到各界好评 剑行初心使命 恪守职责担当 廖俊波用生命 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 对党忠诚 心系群众 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他的精神将鼓舞着 每一名共产党员 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剑行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郡县制天下安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新国的一县指挥部 县委书记就是一县总指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扎实做好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 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更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在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等重大斗争 重大任务中 涌现出一大批 知重负重 砥砺奋进的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奋斗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广大党员干部 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明心俱立 锐意进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